谁能想到这个破衣烂衫的瞎眼老太婆 居然会是当朝的皇太后 她一见包拙就自称哀家 把包拙和公孙策搞得那是一愣一愣的 李飞被展昭救出后 就被展昭带去开封府 怎料半路遇到了郭怀 此时他手中握着的正是包拙的父职圣旨 郭怀心知李飞乃是展昭所救 便怀疑马车上的人就是李飞 随即打算一探究竟 然而展昭怎么可能让他看呢 直言车中乃是包大人的姑姑 郭怀听此 那可是老乡啊更得当面拜见一下 就在这时李飞开口说话了 老胜不禁开封府 你直接将马车赶往马 老胜将沉船返回江南 永不再到开封府 就这样展昭将人带走 然而郭怀心中却还是不放心 随即派遣杀手前去刺杀李飞 却不料里面居然空无一人 正在等好消息的郭怀还想着 人头一到 包整就可以复制你 却没想到等来的居然是失败的消息 李飞却成功见到了包整 还自称挨家 见李飞又要开始胡言乱语 媒娘见此赶忙想包整说 自家老娘脑袋有点问题 然而包整却心知此人非同一般 随即让公孙策将媒娘带下去 自己要独自与李飞聊聊 媒娘与公孙策一走 李飞便将先帝刺出的金丸拿了出来 包整见此大吃一惊 心中也有了大致的猜测 虽然她从未见过此物 但也听说过先帝曾有两位妃子 一位乃是当今的太后 另一位则是先世的李飞 当时还赠送二人一对金丸 上面刻着姓名与公民 见包整了解了差不多 李飞刚想表明身份 郭怀就赶过来 这个眼睛失明的老太太见到包整 居然敢称自己是哀家 就在众人以为她疯了的时候 包整却看出了端倪 果然当老太太拿出金丸时 包整震惊了 就在老太太准备表明自己身份时 郭怀走了进来 当他看见金丸时 心中便肯定老太太便是当年的李飞 即便如此 郭怀也面不改色 分毫不替皇上恢复包整职位的事 反而是邀请包整前去参加自己的生辰 还说着 郭怀见自己的目的达到 随即离取 李飞一听这话果然误会了 当即称自己太累了想回房休息 当天晚上便带着梅娘跑路了 另一边的包整对此事也是一律万千 黎毛焕太子一事他也略知一二 然而现在自己已被罢关 且此事涉及当今皇上与太后 若要处理此事的话恐怕有些难度 公孙侧见此现出遗迹 若郭怀真的是黎毛焕太子的主谋的话 那他必定会前来盗取金丸 现在我们将能做到就是将金丸暴露在外 就在一切都准备好后 果然有人前来盗取金丸 并且此人并非旁人 而是之前刺杀李飞的大内高手段云鹏 就在郭怀以为从此便可高枕无优时 太后却说这金丸是假的 郭怀这才知道包拯已经怀疑到了自己 若之前没派人前去盗取金丸的话 或许还有狡辩的机会 然而现在以为是已晚 就在两人闲聊时 郭怀突然想起大象国寺的灵位 那可是一个重要的证据 此时的包拯也来到了大象国寺上乡 展昭则是被方丈带到那个李飞的灵位面前 将自己所知的一切全数告知 展昭听后急忙前去请包大人前来 却没想到回来后看见的确是方丈的尸体 这也让包拯不得不相信郭怀并非主谋 到底是怎样的事件 才能使得一位慈祥的方丈惨死 房间里的灵牌莫名消失 就连正名李飞的金丸也被盗走 这一桩桩一件件 都不得不让包拯相信 幕后的黑手乃是自己的三同好友 见此的包拯都不禁感慨 郭怀呀郭怀 你真逼得老妇 努力合作 就在此时 展昭带回李飞的落脚之处 这也算为数不多的好消息 为了避免再生事端 包拯随即命令展昭将其秘密安置 李飞被寻回 这也给了包拯很大的信心 思考片刻后 便决定前去寻找八贤王 一同商量解决此事 第二天包拯便带领众人来到八贤王府 但由于包拯刚扎了国舅爷 八贤王并不想见包拯 包拯见此也不忙 随即将金丸帝给管家 八贤王见此也是心慌不已 还以为包拯也知晓离猫换太子的真相 随即便想将包拯请进来 然而就在此时 郭怀也走了进来 还将包拯的复职圣旨拿了出来 又经过一番忽悠 八贤王已完全相信了郭怀 并将金丸拿给郭怀观看 见此机会 郭怀随即将金丸兑换 接着又开始忽悠八贤王 如果包拯乃是一界草民 王爷当可置之不理 包拯已经复职 你说这个又当何用呢 你会凶弃 郭怀为了王爷 甘冒逆情却以其君之大 八贤王听此 真正纠结如何回复包拯时 郭怀说了句 这宫中之物 岂会流入民间呢 此物必定是假的 就这样金王回归到包拯手中 他也从真的变成了假的 包拯见此也知此事定 有郭怀的手笔 无奈叹息道 天下人中 老夫最愿意与他为一 但现在当务之急 是要找到当年的人正与物正 然而不管是八贤王还是陈灵 皆因国旧也一事与包拯接仇 找他们作证谈何容易 并且现在的包拯还是一身白衣 就在众人为难之际 一封经诏文书的到来 使得开封府众人陷入悲伤之中 众人见此更是贵求 包拯带他们同行 包拯与他们互诉心声 百感交集 虽然难以割舍 但还是忍痛拒绝了他们的请求 黯然离去